这集误会我们进一步的追踪报道 这个明代诗画家王宠他的真机到底在哪 的确是在故宫博物院 在下午故宫出面澄清 500多年前王宠的真机 随着政府牵台一直藏在故宫地下二楼库房 有将近61年了 而故宫也说 让这个大陆艺术家踢到铁板 误刃的这个复制品呢 还真的是高级复制品 只是当年孔家二小姐孔立伟 向这个前故宫院长秦孝宇买来 放在原山饭店当装饰品的 所以才会这么明真 明朝书画家王宠真机到底在哪里 答案揭晓台北故宫博物院 王宠的这个散面 其实呢一直都是故宫的典藏 从来没有离开过故宫 那现在目前呢 也在我们的库房里面 搞了半天原来如此 从1949年大陆故宫迁台到现在 将近61年的时间 王宠书画真机从头到尾都没离开过故宫 除了1992年唯一一次展出之外 剩下的时间都收藏在故宫地下 两层楼深的库房 几乎没有曝光过 不过大陆艺术家 误任饭店厕所里面的画作是真机 不是没原因 因为这幅高级复制品 可是当年蒋宋美龄最疼爱的孔家二小姐 孔令伟 向当时故宫院长秦孝宇买来装饰的 不过我们今天把复制品拿出来给大家看 这个东西跟摆在原山饭店的是一模一样 至于为什么它今天不是整个扇面的呈现 而会做裁切 据了解原山那边是为了配合墙面的宽度 所以它去做了部分裁切 这也就是为什么会让专家误解的原因 王宠真机谜底终于揭晓 只能说故宫制作复制品的功力 真的是太厉害了 才会让资深的大陆艺术家都会看走眼 这是中海朱建维台北采访报道